第21章 第三位 让一段遗落的历史 重回当前时代 重回 而不是重现 这两者的含义完全不同啊 不是我写出第四季 或者第三季的真实历史 将它们传播出去 就算完成仪式 克莱恩握着钢笔的右手停顿了下来 本能就分析起奇迹师魔药的内容 略作思考 他找到了一件 完美符合仪式要求的事情 那就是让白银城众人 逃离神器之地 重返南北大陆 让那遗落了两三千年的历史 降临于当前时代 这可不比躲过阿蒙追踪容易啊 目前知晓的 离开神器之地的唯一办法 是进入巨人王庭 打开沉睡着暗天使萨斯利尔的宫殿 这位是远古太阳神的负面人格 在天使之王里排名第一 号称神之左手 天国父君 说不定比现在的阿蒙还要强大 而且 他如今的状态 受到了诸位神灵的关注 嗯 比之前摆脱阿蒙控制要好一点的地方在于 我可以提前做足准备 克莱恩缓慢吐了口气 觉得一事 还是有一定成功概率的 其实 他很清楚 就算没有自己 白银城也会一次次尝试打开巨人王居所的大门 找到离开这片被遗弃大地的办法 如同看见了火光的飞蛾 致死方休 不管怎么样 有了我的加入 成功的可能肯定会比现在高 克莱恩下一时 想要在打开暗天使 沉睡之地的大门时将阿蒙引来 制造混乱 抵消暗天使苏醒带来的伤害 这是他相当熟练的一个战术 不过 他最终还是否决了这个想法 因为实在太危险了 经过这段时间与阿蒙的相处 真正见识到了天使之王的位格 克莱恩本能就畏惧起了这些可怕的存在 不再有利用他们之间矛盾 制造混乱的想法 他们仅仅只是存在本身 就能给周围的非凡者 和整片地狱 带来无法承受的损伤 这种情况下 试图靠他们营造混乱的局势 已不是行走在深渊边缘 一不小心 就会滑落下去可以比拟 没有坠入深渊 涌跺地狱的决心 最好不要尝试 不到实在没有别的办法 就连逃脱都是奢望 克莱恩不想再做类似的尝试 果然 奇迹师的非凡能力 有部分来自历史 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仪式要求 其他古代学者要怎么完成呢 克莱恩看着 摊开于青铜肠桌上的羊皮纸 从另一个角度 思索其可能的解决方案 如果是我 只能想办法 将一些人一些历史与现实隔绝 直到他们已经被遗忘 才让他们重回当前时代 这可能需要三百年 五百年 甚至更久 这真是一个邪恶的行为啊 莫名想到了桃花元祭 经过这样的思考 克莱恩认为 对别的古代学者来说 这个仪式的难点 依旧在于自己的生命 能否支撑到结尾 而且 那种隔绝存在太多被打破的意外 神器之地 完美解决了这些困难 但又带来了更大的困难 按天使萨斯利尔 这位天国父君 现在 究竟处在什么状态 是否与远古太阳神的复活布置有关 这牵涉的层次 已经达到这个世界的天花板了 我怎么总是卷入类似的事情 克莱恩自嘲一笑 大概能猜到 这有元宝带来的命运方面的影响 要知道 独神者阿蒙 都不太愿意背负这样的命运 收敛珠发散的想法 克莱恩让珠毅力回到了 奇迹师魔药配方本身 新之虫 是学徒途径的 辅助材料 包含了三条相近途径的高端灵性材料 十之虫 我都弄成窃运者符咒 没法还原了 让伦纳德的老爷爷 再借我一条 怎么能叫剑 我准备拿提升版的 昨日虫献符咒画 新之虫 得去哪里找 现实世界存活的 学徒途径半神并不多 极光会的秘之圣者不提斯 可是 我在神器之地 没法出去对付他 只能请英真女士 和神秘女王帮忙了 同时也得敦促魔术师小姐 尽快成为旅行家 嗯 让他顺便问问他的老师 哪里有新之虫 主材料竟然只有一种 要么乌碗魔狼的心脏 要么其他奇迹师 吸出的非凡特性 不再是二合一 嗯 也就是说 在这个层次 很少有分散的特性 都已经完成了一定的聚合 乌碗魔狼又叫愿望之神 是标准的天使 从神 如果没能找到 直接可以使用的材料 那我岂不是要图神了 天使层次 已经可以被称为隐秘存在了 与序列三有着本质的差别 仅是想想 就让人害怕 可莱恩烈了烈 自己能拉来的帮手 心中安定了不少 有种欠的债足够多 已经无所畏惧的感觉 他提起握着缸底的右手 继续记录之前得到的知识 这里面大部分是他已经知晓的 全当做个回忆 到了最后 克莱恩与羊皮纸的角落 写下了一条残缺的信息 序列一 鬼秘逝者 主要材料 一份鬼秘逝者 非凡特性 这条信息意味着 序列一的非凡特性 难以通过别的办法获得 只能三选一 一份在霍纳奇斯山脉主峰 那半个愚者身上 和维一信在一起 一份在查拉图那里 还有一份 按照伦纳德的说法 真实造物主有线索 会在哪里呢 对了 小太阳 他们猎取变形者的 北方城邦遗迹诺斯 似乎有占卜家 图进高层次的存在隐藏 也不知道对应 奇迹师 还是鬼秘逝者 克莱恩心中 逐渐有了一个想法 打算在成功复活 初步摆脱阿蒙后 去那座诺斯古城 做个初步的探索 消化完刚才收获的知识 克莱恩从杂物堆里 召唤出金壳怀表 暗开看了一眼 已确定当前的时间 破坏血皇帝遗迹前 他将许多战斗里 用不上的东西 都陷进到了挥舞之上 以免遭遇损坏 可是 就算这样 经过之前的战斗 和最后的自杀 他依旧损失不少 而且都是价值 特别高的那种 仅是想想 都让他快要失控 格罗塞尔游记 桑中左轮 蠕动的饥饿 窃运者符咒 扬言符咒 控灵子弹 密偶丘纳斯 和他的装备 密偶恩尤尼和他的戒指 冒险家口琴 不能再想了 还好 阿兹克同哨之前 就丢到了挥舞之上 还好 我还可以召唤 这些物品的历史恐袭影像 他们只是换了一种形式 陪伴我 呃 格罗塞尔游记 未必可以 克莱恩讹脚微跳 心情不自觉就变得沉重 他叹了口气 认真挨到起这些事物 尤其是那件 陪伴自己时间很长的 神奇物品 蠕动的饥饿 沉默许久 克莱恩强行将注意力 放回了当前 一边等待着召集塔罗会 一边随意地想着远古太阳神 切尔诺贝利等事情 忽然 他微微皱起了眉头 既然这里就是我的故乡 从来没有穿越者 都是被元宝投放的古人类 那混沌海这些地方 是否也有同样的存在 切尔诺贝利 是否被改造成了避难所 按照阿蒙的说法 和我占卜看见的画面 远古太阳神 确实是在切尔诺贝利苏醒的 那么 他究竟是元宝投放的穿越者 还是避难所内的幸存者 如果是后者 这里破开的第三个残结内的人是谁 想到这里 克莱恩悚然一惊 瞳孔略有放大 精灵异足的来历 他已是有了一定的猜测 应该与元宝无关 这样一来 第三位 或者说第一位穿越者的真实身份 他还没找到正确的对应 这位穿越者 似乎没在历史中留下什么痕迹 毫不犹豫 克莱恩的意识 沉入灰白雾气 借助元宝的力量 直接来到了相当靠前的某段历史中 那里 有许多光之碎片组成 最清晰的是 悬吊在光门之上 被透明残碱包裹的周明锐 而在周明锐的旁边 因为克莱恩对罗塞尔已足够了解 相应的历史迷雾瞬间被点亮 他直接看见了一位同样紧闭双眼 挂在残碱内的年轻男子 无需验证 克莱恩通过那种熟悉感和灵性直觉 确认 这就是罗塞尔 古斯塔夫的前身 黄涛 顾不得欣赏大地真实的长相 克莱恩将目光转向了另外一侧 那里轻荡着一团透明的残碱 内中的身影若隐若现 由于克莱恩已见过其余悬吊者 在这片历史迷雾里 点亮了许多光之碎片 他们互相交织 彼此激发 让这不够清晰的一片 勉强可以看到 那里面的身影明显是为女性 女性 克莱恩心头一动 发现自己之前分析穿越者时 遗漏了一个方向 穿越者是有主观意识的 完全可以克制住自己 不留下超越时代的痕迹 但有一点 是无法规避的 很明显 元宝与占卜家 学徒 偷盗者三条途径相关 穿越者降生后 必然很快与这三条途径之一产生联系 克莱恩不仅卷入了 安提格努斯家族笔记带来的案件 而且很快 有了挑选占卜家魔药的机会 罗塞尔活跃的英蒂斯 有密修会存在 他很早很早就与查拉图认识了 按照这个逻辑 本身有偷盗者 权柄的远古太阳神 确实是合理的怀疑对象之一 克莱恩立刻又据献出纸笔 开始列自己目前知晓的相应的名单 比如第四季中 安提格努斯家族 查拉图家族 亚伯拉罕家族的某些人 比如远古太阳神周围的天使之王 没过多久 克莱恩的目光 停留在了几个名字上 最前面的那个 是明显有占卜家权柄的古神弗雷格拉 后面是他的丛神 亡灵之神萨林格尔 以及厄誉女神阿曼妮西斯 后者现在又叫 黑夜女神 第二十二章坦然 克莱恩凝视着面前的羊皮纸 许久没有动作 隔了好一阵 他手掌轻拍了下斑驳长桌的边缘 让具现出来的所有物品 全部消失 招来金壳怀表 暗开看了一眼 克莱恩捏了条信息给小太阳 让他准备参加塔罗聚会 大约一千次心跳后 一道道深红的光芒 腾起于青铜长桌两侧 在不同的高背椅上 凝聚为不同的人影 没有一点间隔 所有塔罗会成员的目光 齐刷刷地投向了 端坐于最上方 笼罩着灰白雾气的身影 见愚者先生 并没有戴上单片眼镜 星星伦纳德 在心里长长地舒了口气 然后转过身体 望向斑驳长桌最下方 确认世界 克莱恩 莫雷蒂的情况 和他类似 因者加德利亚 正义奥黛利 魔术师弗尔斯 在看见愚者先生后 都本能地将注意力 放到了世界 格尔曼·斯帕罗那里 他们一个是知道 世界陷入了危险处境 只能寻求愚者先生的庇佑 一个是两天 未得到反馈 怀疑格尔曼·斯帕罗 真的卷入乔治三世之事 且出了一定的状况 一个是清楚 乔治三世之事 蕴藏着很大风险 有点担心 世界先生 遭受严重的创伤 见世界格尔曼·斯帕罗 完好无损 没什么异常 正义奥黛利收回目光 须提裙摆 向着青铜长桌 最上首行了一礼 下午好 愚者先生 在整个世界的局势 更加混乱后 塔罗会还能保持住 原本的样子 让他感觉到了一些慰藉 心情都好了不少 等到塔罗会成员 跟随正义小姐行礼完毕 愚者克莱恩轻轻汗手 示意大家坐下 然后 他缓慢地环顾了一圈 轻笑着说道 你们对这次塔罗会 是否照常进行很关心啊 听到这句话 道调人阿尔杰心跳抖得加快 耳畔仿佛 直接响起了扑通扑通的声音 他毫无疑问地相信 愚者先生暗指的是自己 再做一次 较为轻柔地敲打 也就是说 给了他一个悔过的机会 阿尔杰低下脑袋 让自己嗓音轻微 有些颤抖地开口道 是我们不够虔诚 想得太多 啊 为什么道调人先生 要代替我认错 只是审判 休向愚者先生询问 塔罗会是否如期召集的魔术师 福尔斯愣了一下 放弃思考 跟着转向青铜长桌最上手 埋低脑袋 重复说道 是我们不够虔诚 想得太多 原来这几天 向愚者先生祈祷的 不只是我一个人 道调人先生说 自己想得太多 是因为 这次塔罗会有可能取消 让他产生了一些 不必要的猜测 可福尔斯应该想不到这一点呀 正义奥黛利望望对面 又看了看身边 心中有所恍然 愚者克莱恩点了点头 再次环顾了一卷道 这样的关心还算正常 他旋即笑叹了口气 我这段时间 利用世界的身体 在神奇之地和阿蒙玩了一场游戏 还好 没有错过这次塔罗会 他说的每一句都是真话 但别人从中解读出的信息 和实际情况 肯定会相差很远很远 而这样一来 即使阿蒙将世界格尔曼斯帕罗 等于愚者的消息放出去 塔罗会成员们 也只会在心里吃笑 阿蒙又想进行欺诈 那段时间 世界等于愚者 不表示世界一直等于愚者 部分的真相 其实也相当于谎言 和阿蒙玩了一场游戏 老头猜得真准啊 愚者先生是故意利用克莱恩 调来独神者 阿蒙的 从现在的情况看 他得到了较为满意的结果 让阿蒙狠狠吃了一个亏 早就有所猜测的心形 伦纳德只觉 这完全符合自己的预期 对愚者先生的话语 没一点怀疑 愚者先生一刻钟没回复 是因为刚好处在 和阿蒙争斗的关键时刻 他已经恢复到了这种程度 正义奥黛利听得又惊又喜 莫名产生了强烈的荣誉感 道调人阿尔杰 同样从愚者先生的话语里 品出了对方进一步复苏 竟能在与一位天使之王的 直接对抗里 占据优势的潜藏意思 这让他愈发懊恼 自己为什么要产生怀疑 要进行试探 愚者先生提前暗示 塔罗会有可能取消 是因为 他早就预知到了 接下来会与阿蒙发生冲突 甚至 甚至这就是他主动挑起的 给阿蒙挖了一个陷阱 阿尔杰瞬间联想到了很多 觉得自己那点小心思 在这种高位存在面前 根本没法隐藏 以后不能再做类似的事情了 原来世界先生没做反馈 是因为被愚者先生利用身体 与阿蒙对抗 那个天使之王阿蒙真是强大 竟然需要愚者 先生亲自出手 魔术师福尔斯 和审判修护相看了一眼 对之前的问题 再没有丝毫疑惑 因者加德利亚 大致明白了 世界格尔曼 斯帕罗失踪的缘由 并猜到 有契约联系的信使 很可能也没法进入神器之地 同时 他对一位天使之王登陵 当前时代的舞台暗感惊讶 觉得这是预言里那个 末日的征兆之一 月亮 埃姆林并不清楚 这段时间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略显茫然地看着大家 莫名有种 自己被关在查尼斯门后 可能不止一两周 也许已经一两个月 以至于与当前局势 出现了脱节的错觉 世界先生来了神器之地 愚者先生 借助他的身体 和那个可怕的阿蒙 做了一次争斗 太阳戴里克先是一惊 旋即感受到了强烈的喜悦 这意味着白银城接下来的探索行动 将获得强力的帮助 他立刻望向青铜长桌最上手 脱口出道 尊敬的愚者先生 首席想在仪式里得到您的祝福 您同意吗 克莱恩早就从祈祷里 得知这件事情 微微点头道 可以 得到许诺的太阳 戴里克难以遏制地露出了笑容 一时尽不知 该怎么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 隔了两秒 他低下头 很大声地说道 唯信仰愚者先生 愚者克莱恩点了点头 转而望向银者女士 何须开口道 这次有什么问题 呃 女王的信里没说 银者加德里亚证了一下 决定先问一件自己想知道的事情 反正剩余的问题还有不少 他斟酌了两秒道 伟大的愚者先生 乔治三世之死背后 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真相 银者话音刚落 正义奥黛利等人 就精神一阵 集中起了注意力 这正是他们想了解的事情 这里面 星星伦纳德相对已有一定的了解 更在意发生这起事件的深层次原因 而在做塔罗会成员里 唯一比较茫然的是 月亮埃姆林 他满脑子都是什么 发生了什么等念头 他最近连报纸都没得看 还不知道 国王乔治三世已遇刺身亡 至于太阳代理课 虽然同样不清楚 乔治三世怎么就死了 但他一点也不在意 语者克莱恩笑了笑 语气平淡地说道 乔治三世想要成为黑皇帝 为此挖掘徒夺遗迹 贩卖人口 制造贝克兰德大雾霾事件 主动掀起战争 让弗萨克飞空艇能轰炸到贝克兰德 很可惜 他在最后的仪式中失败了 需要的秘密灵寝被摧毁了 他以最平时的口吻 简单地描述了下事情的原委 半点没提自己做了什么 由语者先生主动说明情况 那就太掉价了 贝克兰德大雾霾事件 飞空艇袭击 这都是乔治三世为了成神做的 正义 奥代理也谋略有变大 瞬间回想起了 自己亲身经历过的这两件事情 忽然之间 他有些理解世界 格尔曼斯帕罗为什么要阻止 乔治三世成神了 他知道 那是为内心温柔富有爱心的绅士 他肯定不会放过这两起惨案的幕后真凶 如果是我也会想这么做 但我会犹豫 会被可能的不好发展阻止 而世界先生坚定果决 这可是涉及神灵的事情啊 嗯 这里面应该也有愚者先生的意志 奥代理看了眼 沉默坐在斑驳长珠最下方的世界 格尔曼斯帕罗 轻轻汗手 表示了自己的认同 黑皇帝 乔治三世想要成神 这 嗯 愚者先生 有张亵渎之牌是黑皇帝 格尔曼 斯帕罗之前 也在追查大雾霾 和人口贩卖之事 果然 这些都是能串起来的 背后竟然隐藏着这么一个秘密 现在看来 愚者先生的目的达到了 他的计划成功了 所以 他更进一步复苏 可以和天使之王正面对抗了 道调人 阿尔杰越想越是畏惧 越想越是精神 觉得自己哪怕已提前知道了一些线索 也完全看不透 愚者先生的布局 新型伦纳德 会成员震惊中 对此已有一定预感的赢者 加德里亚按纳住波兰的内心 决定再挪用一个问题 尊敬的愚者先生 七神 对此是什么态度 第23章 建议 好问题 愚者克莱恩按赞一声 将红天使恶灵的解释 用自己的话语表述了出来 七神都希望有一位黑皇帝 但由谁来做这位黑皇帝 他们的意见并不统一 当乔治三世通过隐秘的准备 成功拿到那张门票后 七神无论是否认同他 都只能默认 这样 除了不在状况中的月亮 埃姆灵和太阳 戴里克 其余塔罗会成员都有所恍然 大致明白了 几大教会在贝克兰德 大雾霾惨案 福萨克飞空挺袭击 和乔治三世遇刺 身亡等事件里 颇有些矛盾的表现 紧接着 他们突然都冒出了一个疑问 既然乔治三世 已经做好准备 到了最后举行仪式的一步 且获得了七神的默许 那他为什么还会失败 他们旋即想到了一个答案 因为余者先生不同意 嗯 在乔治三世黑皇帝一世 被破坏这件事情上 教会应该是没太认真阻止的 说不定还为余者先生的手下们 提供了一定的帮助 风暴教会有没有利用这次混乱 暗中做些事情 不 他们应该不会做太多的掩饰 星星伦纳德回忆之前 察觉到的种种细节 对这次的事情 有了整体性的把握 七神默许 余者先生投了反对票 派出世界等卷者 暗中破坏 乔治三世的成神仪式 可这和女王有什么关系 她为什么会发现 格尔曼 斯帕罗失踪了 嗯 黑皇帝 女王也许参与了 余者先生主导的这次行动 事后发现 合作者不见了 赢者 加德利亚 利用自己丰富的见闻和知识 对事情的真相做出了猜测 而直到这个时候 月亮 埃姆林 才将刚刚讨论的 点点滴滴串联起来 明白了自己 被关押性保护的这段时间 外面的局势 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 乔治三世密谋成神 得到了七神默许 结果被余者先生派卷者 破坏了仪式 当场陨落 见大家一时都有些静默 余者 克莱恩 望向赢者 加德利亚道 还有问题吗 这次没有了 加德利亚 脑袋埋得更低了 比以往更加敬畏 青铜长桌最上手的 那位伟大存在 他虽然早就知道 余者先生坐下有命运之蛇 死亡执政官 和古代邪恶三大天使 且暗中掌控了生命学派 但依旧没想到 余者先生 在现实世界 可以动用的力量 能破坏一位国王的成神仪式 而且还挫败了一位天使之王 造物主之子的图谋 余者先生藏于暗中的势力 比我想象的更为夸张 我们这些塔罗会成员 对他究竟有什么作用 背后的势力 自身的成长性 或者只是备选方案 赢者加德利亚 在这个瞬间想到了很多 短暂竟有点忘记自己 已经是序列四的半神 无论在哪个组织 都算得上高层 仅仅只是余者先生 展示出来的那些东西 就让一位圣者缺乏了自信 正义奥黛利 只是看了一眼赢者 女士 就解读出了他的心理状态 这时 余者克莱恩点了点头 你们开始吧 听到这句话 星星伦纳德 立刻转向斑驳长桌最下方 对世界道 你现在的情况怎么样了 魔术师福尔斯 审判修 正义奥黛利等塔罗会成员 也将目光投了过去 对世界格尔曼 斯帕罗的处境 表达了关切之意 在他们看来 加在余者先生 和十天使阿蒙间 作为他们争斗道具的世界先生 处境可能不是太好 还能活着 已经算足够幸运 感受到这些或多或少的关心 克莱恩操纵假人事件 低雅一笑道 不是太差 但也不算太好 有赖于愚者先生眷顾 我终于从阿蒙那里 拿到了某个秘密 但我还没有彻底摆脱他 不等在座诸位给出反应 他自顾自幼说道 我现在处在了一个 比较麻烦的困境里 我依靠愚者先生的力量 进入某种隐秘状态 暂时摆脱了阿蒙 不过 如果我解除这种状态 回归现实 只能出现于 原本身体所在的地方 而阿蒙很可能还徘徊于附近 我想先试着找一找办法 不知道 你们有什么意见 世界格尔曼斯帕罗表面的意思很明白 那就是想先靠自己 实在不行 再向愚者先生祈求帮助 而他实际的含义 与此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先找一找 有没有绕过限制的办法 实在不行 就考虑以死灵状态存活 办法 道调人阿尔杰等人 突得有点兴奋 因为他们提供的意见 将用于对抗一位天使之王 如果被采取了 而且发挥了作用 那简直是 可以在心中吹嘘一辈子的事情 正义奥黛利兴致勃勃地正要开口 可话到嘴边又缩了回去 因为他知道 建议不能乱给 说不定会害得世界先生被阿蒙抓住 审判修认真的想了想 发现自己提不出什么有用的意见 只好选择旁观与学习 必须是原本身体所在的地方吗 你有没有血液 头发 保管在别的地方 道调人 阿尔杰思索了一阵 用提问的方式 给出了一个建议 愚者克莱恩想了想 让假人世界摇头道 不行 和原本的身体相比 一两管 血液占比太少了 想到这里 克莱恩忽然有了个灵感 也许可以用那两管血液为材料 结合其他 采取生命炼成的方式 弄一具新身体出来 两个问题 一是生命炼成的有灵体参与 否则最后的产物 未必算我的身体 二是 我现在也不认识 能完成生命炼成的半神 唯一沾点编的是弗兰克 最后我变成了一个蘑菇人 那我还是做死灵比较好 克莱恩想着想着 险些打得寒战 在道调人的提议被否定后 赢者加德利亚 从自己的神秘学知识出发 斟酌着问道 你有序列三的封印物吗 为什么这么问 世界格尔曼 斯帕罗反问道 序列三的封印物 能在一定范围内回应祈祷 你可以利用这点 赢者加德利亚简单解释道 克莱恩大致有点明白 赢者女士的想法是什么了 你是说降临 对 找人于范围边缘布置降临仪式 而你在主动的隐秘状态中 应该也可以回应 赢者加德利亚先看了太阳眼 描述了下具体方案 接着才有所明误的问道 你真的有序列三的封印物 他原本还想让世界 向语者先生寻求赐语 我已经有序列三 克莱恩操纵假人事件 简短地给出了回答 塔罗会成员们 一下都说不出话了 他们都很清楚 世界先生应该是在六月底 才晋升序列四 成为半神的 而现在是同年十二月 女王曾经说 我用了命运之蛇的血液晋升 将来成为序列三预言大师 要比其他人容易 而且 塔罗会给我带来了很多珍贵的神秘学知识 让我很大幅度地消化掉了魔药 可就算这样 我也还得大半年 才有希望冲击序列三 因者加德利亚下意识看了看周围 发现其他塔罗会成员 都呈现出一种 半麻木半艳陷的状态 他无声叹了口气道 我的建议有用吗 世界先生 世界格尔曼 斯帕罗摇了摇头 那种状态下 做出回应有很大限制 一旦选择了降临 就意味着 他要以死灵状态开始之后的人生 不 鬼生 或许 可以把两种办法结合一下 嗯 可以用祈求雨者 海神 或魔术保护者降临的办法 脱离神器之地 但这个不急 太容易暴露真相 雨者克莱恩若有所思的 让假人世界望向了新星伦纳德 伦纳德瞬间鸣误了他的意思 嗯了一声 我回去翻一下资料 看有没有别的思路 很明显 他真实的意思是 回去问问老头 那位是对阿蒙 有相当程度了解的天使 也许能提出 其他人想不到的建议 这正是克莱恩想要的答案 玄机让世界格尔曼 斯帕罗道 好 脱困办法的讨论 暂时告一段落 世界格尔曼 斯帕罗 望向了魔术师福尔斯 帮我问问亚伯拉罕家族 还有没有灵性 未完全流失的新之虫 如果有 需要用什么交换 新之虫是一种高级灵性材料 绝大部分时候 不蕴含非凡特性 所以 它们的灵性 会出现不可逆转的流失 没有特殊的办法 难以保存太久 新之虫 魔术师福尔斯正了一下 才点头道 好的 得到答复后 克莱恩又让世界 将目光投向了赢者加德利亚 如果魔术师小姐 没能从亚伯拉罕家族 交易到新之虫 我想委托你一个任务 什么任务 加德利亚颇感兴趣地问道 世界格尔曼 斯帕罗笑了笑道 猎杀极光会 秘之圣者布提斯 第24章 联合行动 极光会 秘之圣者布提斯 世界先生想要狩猎他 魔术师福尔斯第一反应是 自己听错了 毕竟格尔曼 斯帕罗和那位 秘之圣者没什么牵扯 不过 他很快就联想到了 刚刚提及的 叫做新之虫的东西 大概有了一定的猜测 这让他忽然有些兴奋和激动 因为他也想猎杀秘之圣者 布提斯为老师家族复仇 只是碍于实力太低 又拿不出足够的报酬 一直将这个想法压在心底 虽然听起来 世界先生不打算亲自出手 但赢者女士 也是序列斯的半神 而且背后 还有那位神秘女王支持 我可以在自己能力范围内 提供最大限度的帮助 思绪电传间 福尔斯将目光 投向了身旁的赢者 等待他给予答复 赢者加德利亚考虑了一下道 布提斯很可能是学徒途径的圣者 要想狩猎他 非常困难 而且 他背后还有救赎强威 还有真实造物主的眷顾 以我目前的层次 想纯粹依靠自己 完成这个任务 近乎没有希望 你可以寻求神秘女王的帮忙 我也会为你安排别的合作者 克莱恩让世界格尔曼斯帕罗迪亚 回答道 报酬是最终战利品优先挑选的权利 以及 能让你在今年内 消化完魔药的神秘学知识 现在是12月份了 赢者加德利亚听的怦然心动 斟酌着说道 到时候 我会尝试去做 但不保证成功 狩猎秘之圣者的任务再困难 也没有主动接受隐秘贤者灌输危险 而从后者那里 未必能得到 有助于消化的神秘学知识 不小概率是数学 机械 文学方面的内容 没问题 只要你认真做了 即使最终失败 我也会给你一些神秘学知识 作为补偿 世界格尔曼 斯帕罗点头确定了交易 这时 魔术师福尔斯终于忍耐不住 主动开口道 世界先生 赢者女士 我能加入这个任务吗 我也许能提供些帮助 你不说我都会找你 语者克莱恩暗笑一声 让假人世界轻轻汗手道 这个任务的合作者里 有预留你的位置 魔术师福尔斯一点也不意外 颇感 好奇地问道 我能做什么 需要我做什么 格尔曼 斯帕罗 语气极为平静地回答道 鱼儿 福尔斯张了张嘴 一时竟说不出话来 有点我早就知道 会是这种情况的感觉 世界格尔曼 斯帕罗继续说道 同样的 你也有挑选战利品的权利 只是顺位在赢者女士的后面 还有 这段时间里 我可以帮你记录旅行等非凡能力 魔术师福尔斯 本来没奢望过有报酬 能复仇成功就是他最大的收获 之后说不定还可以 从他老师那里得到额外的奖励 文言不再犹豫 点了点头道 好 世界格尔曼 斯帕罗 随即将目光移向了正义小姐 你的梦境行者魔药 消化得怎么样了 有赖于 格罗塞尔游记 那次探险 和这段时间的坚持扮演 正义奥黛利魔药消化的进度很快 他眼眸微转 略作回想到 早已总结出扮演守则 再有两到三个月 应该就能彻底消化完 有点慢了呀 克莱恩在心里咕弄了一句 让世界格尔曼 斯帕罗道 多创造机会扮演 如果你能在赢者女士 针对秘之圣者布提斯 展开行动前 消化完魔药 我可以将赫温 兰比斯的非凡特性 作为报酬预知给你 让你配合他行动 对克莱恩来说 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内 自己要留在神器之地 外界绝大部分事情 只能依靠塔罗会成员们干涉 能让他们的实力 尽快得到提高 也是对他自己的帮助 而且 他也不是直接赠送 狩猎秘之圣者布提斯 这个任务的难度 正像赢者加德利亚说的那样 相当高 好的 正义 奥黛利正烦恼 接下来要怎么在世界先胜处 积攒功勋 就听到了这么一个消息 自然没一点迟疑 就答应了下来 在他心里 极光会的人都是疯子和破坏狂 对付他们 不需要找理由 另外 奥黛利之前也颇为苦恼 自己非凡者战斗经验较少的问题 这给了他一个机会 虽然相当危险 但也是机会 格尔曼 斯帕罗出手真是豪爽啊 帮助神秘学家消化完魔药的知识 和一份叙列丝的半神特性 这应该不仅仅是为了新之虫 那听起来就像是辅助材料 他这是在根据 虞者先生的意志 帮塔罗会成员尽快提升 以便之后发挥作用 道调人阿尔杰 旁听着世界 和几位成员的交流 隐约把握到了一定的真相 这让他相当傲茂 怀疑若非自己不够虔诚 有了别样的心思 做出了试探 虞者先生的愚蠢举动 这次应该 也会给自己安排一个任务 帮助自己 推开神性大门 此时 答应下委托的正义 奥黛利顺势看了魔术师一眼 浅潇说道 我现在很期待亚伯拉罕家族 没有新之虫 我也是 魔术师福尔斯认真点头 表示自己有同样的想法 见世界格尔曼 斯帕罗已经说完 赢者加德利亚想了想 看向审判道 你想加入这次任务吗 做一些外围情报的搜集工作 你之前在这方面展现的能力 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即使没有赢者女士邀请 修到时候 也不会不帮助好友 他轻轻点头道 如果行动 是在贝克兰德 我没问题 若在别的地方 我能发挥的作用 会打折扣 治安官和自己的辖区 总是联系在一起的 越是熟悉的地方 他们越能发挥 一旦超出范围 就只能单纯依靠非凡能力 你的报酬 是第三个挑选战利品 赢者加德利亚 又望向了星星 若有必要 希望你能让官方势力 在恰当的时刻登场 星星伦纳德呵呵一笑道 希望你们不要走到这一步 我的报酬 也是战利品吧 要不是最后邀请了诗人同学 狩猎秘之圣者的任务 差点变成塔罗会女性成员的联谊 语者克莱恩在心里嘀咕了一句 世界格尔曼斯帕罗 将此事彻底敲定 就等亚伯拉罕家族给出反馈 接下来 道调人阿尔杰 与太阳戴里克 达成了五万十字的租赁交易 刚进入自由交流环节 月亮埃姆林就忍耐不住 望向了青铜长洲最上手 尊敬的语者先生 您是否可以给我一个提示 该怎么样摆脱保护性关押 笼罩着灰白雾气的语者 克莱恩轻轻汗手 言语简洁地说道 这周 他这个回答非常有底气 但并非来自预言 而是对时事的判断 当前局势是 弗萨克和英蒂斯进攻鲁恩 费内波特进攻鲁恩的蒙国伦堡 马西等地 三大教会肯定不希望在现有的敌人外 再承受血族的破坏 所以 埃姆林很快会被释放 而乌特拉夫斯基神父比较难说 同样的 血族此时的重心 肯定也转移到了世界局势上 不太有继续试探埃姆林 还有哪些同伴的动力 另外 之前那两天里 祈祷理由最勉强的 除了审判 休 就是埃姆林 怀特 克莱恩怀疑他 始终被关在圣塞谬尔教堂地底 有很大一部分原因 就是方便女神施加影响 如今 事情已经结束 他也就没什么作用了 综合这三方面的因素 不难得出 埃姆林用不了多久 就会重获自由的结论 唯一的例外是 这家伙真的被遗忘了 无论黑夜教会 还是血族 都遗忘了 还有这么一个家伙 被关在查尼斯门后 如果是这样 克莱恩到时候 会让新型伦纳德 提供帮助的 月亮埃姆林彻底松了口气 诚恳地感谢了语者先生 到了自由交流的尾声 世界格尔曼 斯帕罗 忽然望向了道调人 你说 你已登上苏尼亚岛 正在原始森林内 对 道调人 回答道 格尔曼 斯帕罗略做沉吟道 你可以试着 找一找精灵遗迹 也许会有额外的收获 道调人 阿尔杰豁然想到了 天灾之书 想到了之前梦境里 看见的画面 若有所思的点头道 好的 又交流了一阵 这次塔罗聚会结束 正义奥黛丽等人 起身行礼 离开了挥舞之上 返回自己的身体后 伦纳德立即压低嗓音 将克莱恩的困境 描述了一遍 末了道 老头 你有什么好的建议 我的建议 还是求愚者提供帮助吧 帕列斯 索罗亚斯德 一点犹豫都没有 就回答道 伦纳德轻咳了一声道 你就不想 趁这个机会 为难一下阿蒙 第二十五章 思路很重要 为难阿蒙 帕列斯 索罗亚斯德 黑了一声 这能有什么好处 没有就算了 伦纳德一时语色 隔了几秒才到 至少能让你心情好 帕列斯呵呵笑道 你不提这个话题 我心情会更好 不等伦纳德回应 这位偷盗者途径的序列 一天使嗓音略显苍老地 叹了口气道 你那位前同事 不是有七蛮符咒吗 也许可以从这上面 想想办法 清除掉贝克兰德的阿蒙分身后 帕列斯有将制作七蛮 寄生 剥夺 衰老 四种符咒的神性符号 和魔法标识 经由伦纳德转交给克莱恩 克莱恩利用这些知识 和分得的十之虫 弄出了七蛮子弹 寄生子弹 剥夺子弹各一枚 后来再对付丘纳斯 科尔格时用掉了 但伦纳德并不知道 伦纳德若有所思地 压着嗓音问道 老头 你的意思是 借助七蛮符咒 误导阿蒙 让他错攀地点 无法影响克莱恩逃走 他脑海内 帕列斯 索罗亚斯德 没好气地回应道 在一位偷盗者途径的 天使之王面前 用七蛮符咒 你觉得有可能成功吗 不太可能 伦纳德干笑了两声 后颜追问道 那你的意思是 帕列斯 索罗亚斯德的声音 忽然惊神了一点 欺诈返回后 只能在原本身体 所在地方的规则 欺诈规则 这也行 伦纳德颇感震惊地反问道 帕列斯自嘲一笑 叹息着说道 比起欺诈阿蒙 还是欺诈规则容易不少 毕竟这个世界的底层 是疯狂和混乱的 这话听得伦纳德 短暂难以成言 一方面是见识不够 完全不知道规则 规律也能欺诈 另外一方面 则是没想到 在老头心中 阿蒙比自然规律 世界规则更加可怕 过了近十秒 他才重新开口道 采用这种办法 成功的可能有多高 很低很低 帕列斯吃笑着说道 只是阿蒙分身蕴含的一条 石之虫制成的欺瞒符咒 能欺诈到这种规律的概率 很低很低 所以 我的建议还是那个 让他请求 愚者帮助 不要浪费时间了 和阿蒙对峙 拖得越久越危险 伦纳德沉思了一阵 认同点头道 我明白了 我也会建议他这么做 当然 他不会忘记提一提 老头给的这个可能性 不高的办法 明白就好 真是的 打扰一位老人家读书看报 帕列斯嘟囊中 声音逐渐变低 消失在了伦纳德的脑海内 平思特接7号 放在茶几上的报纸 忽然飞了起来 自行展开于沙发前 用欺瞒符咒欺诈 只能在原本身体周围 区域复活的规则 挥舞之上 古老宫殿内 克莱恩用自己的话语 重构了一遍帕列斯 索罗亚斯德的建议 话音刚落 他已是回想起了 那斩亮了很久的皮质灯落 阿蒙欺诈自然规律 让蜡烛处在了神奇的状态里 不需要燃料 也能发光一周 克莱恩的眼睛一下发亮 低语出声道 这个思路 真的只有偷盗者途径的天使 才能第一时间想到 未必不可行啊 和帕列斯相同 他也觉得 比起对付阿蒙 还是对付自然规律 简单省心不少 看见希望后 克莱恩立刻分析起 具体的可行性 虽然我已经用掉了 那枚气满子弹 但我可以从历史恐隙里 将它召唤出来 反正效果结束前 我肯定已重组身体 成功复活 自然规律真的可怜 不仅惨遭欺诈 就连用来欺诈他的物品 都是虚假的 唯一的问题是 那枚子弹 可能真的没法欺诈到 神秘学规律 当初对付丘纳斯 克尔格都显得有点勉强 思绪分成间 克莱恩缓慢地 环顾了一圈 逐渐有了灵感 那就是利用元宝 在初步掌握元宝后 他已能在这里 调动起序列 两天使层次的力量 而他之前 接触到的许多事情 都在说明 元宝大概率跨越占卜家 学徒 偷盗者 三条途径 能对相应的非凡者 产生聚合效应 并且明确引来了 阿蒙的觊觎 也就是说 克莱恩怀疑 元宝同时有着 三条途径的力量 只不过 他本身是占卜家 平时能撬动的绝大部分 都集中在这个领域 借助欺满子弹这个媒介 我也许可以撬动 元宝另外的力量 既然占卜家领域 我已经能使用一些 奇迹方面的能力 偷盗者途径的力量 有天使层次的威能 是非常合理的推断 唯一的问题是 必须有足够层次的媒介 这样一来 就不用担心欺诈 不了那个规则了 想着想着 克莱恩的思绪 豁然开朗 认真地制定起 详细的计划 他将那种神秘学规律 作为目标 试图策划一场骗局 为了降低难度 最好有额外的准备 不能凭空欺诈 除非我是阿蒙的本体 嗯 将一管我本身的血液 次于小太阳 构造一个超出范围的 虚假的复活点 然后以欺满子弹为触发 推动元宝内部 蕴含的相应的 天使层次力量 误导那种规则 让他将虚假的复活点 视为真正的复活点 把真正的复活点 当成虚假的复活点 细节一点点勾勒 想法最终成型后 克莱恩立刻借助 自己与死亡点之间的 神秘学联系 依靠真实视野 观察起具体的情况 他看见灰黄色的雾气淡了不少 藏着切尔诺贝利的 幽碎沟壑 与之前相比 没有一点变化 戴尖顶软帽 和单片眼镜的阿蒙 不知从哪里偷来了一块石头 将它安放在了 克莱恩市区的地方 自己则坐于上面 耐心地 玩着一只人皮手套 他时而曲起 那只人皮手套的指头 时而将它舒展 似乎能就这样过一百年 一两千米外 辉煌雾气深处的某个地方 三个穿黑色古典魔法师 长袍的阿蒙 蹲在一块石头旁 认真的玩着 不知从哪里偷来的扑克牌 时不时推一下单片眼镜 这片荒芜旷野别的地方 阿蒙们或单独 或组团 或悠闲散步 或沉思书写 或彼此讨论着各种各样的问题 在黑暗危险的神器之地 这是多么和谐的一幅画面 如果不是那些年轻男子 都穿着古典黑袍 戴着尖顶软帽和单片眼镜 有着同样的黑头发 黑眼珠 宽额头 瘦脸旁 那就更好了 就在克莱恩想更进一步观察时 坐在石头上的那个阿蒙 忽然抬头 推了推水晶雕成的单片眼镜 隔空望向了他 荒芜旷野上 所有的阿蒙跟着抬头 望向了历史迷雾的最高处 克莱恩旋即收回视线 切断了联系 白银城 戴里克 伯格来到了圆塔顶部 见到了首席柯林 伊利亚特 首席阁下 我已经得到了祝福的许诺 戴里克相当坦荡 和直接地说道 头发花白 脸有成就伤痕的柯林 伊利亚特明显松了口气 缓慢点头道 这样就好 这样就好 他少见得把一句话重复了一遍 作为一名优秀的裂魔者 作为白银城的首席 从不做不必要的冒险 所以 在那位愚者 突然没有了反馈的情况下 他并未 立刻倒向真实造物主 决定在耐心地等待一个月 对已经在深暗时代 等待了2000多年的白银城来说 一个月的时间 完全等得起 不等戴里克回答 裂魔者柯林离开窗户旁 与其平静地说道 你先回去 我要开始准备晋升仪式了 戴里克看了手洗一眼 真诚地说道 您一定能成功 他不再停留 立刻离开圆塔 返回自己家中 重新布置好仪式 将自己狩猎到的 六种强大生物遗骸 摆放到正确位置后 柯林 伊利亚特 开始调配魔药 等到这些事情都已经完成 这位白银城首席 闭了闭眼睛 低下脑袋 用巨人语送念叨 不属于这个时代的语者 挥舞之上的神秘主宰 只长好运的黄黑之王 挥舞之上 克莱恩看见一圈圈光芒荡开 听见了略显虚幻的祈祷声 他当即招来一张指人 调动元宝的力量 与他结合 将他丢入了祈祷光圈内 并顺手标记了那位白银城首席 与此同时 他借助着祈祷光圈 观察起整个元塔 整座白银城的状况 确认了首席附近 小太阳附近 都没有阿蒙的寄生体存在 必须抓住这个机会 克莱恩当即具现世界 格尔曼·斯帕罗 让他摆出祈祷的姿势 这时 柯林 伊利亚特看见了光 神圣名车的光芒里 一位悲声十二对虚幻羽翼的圣洁天使 骤然降临 在洁白羽毛飞舞飘落中 用光之一层层 包裹住了这位裂魔者 这是来自于者先生的祝福 第26章 杨谋 面对天使的拥抱 柯林 伊利亚特没有惊诧 表情平静地接受了这一切 似乎早已做好了准备 仪式随之开启 他上前一步 拿起那瓶银骑士魔药 将它灌入了口中 无声无息间 这位裂魔者的身体膨胀了起来 变成了一个灰蓝为底 清黑囚结 额头有幽黑裂缝的几米高巨人 这巨人每一寸地方 都蕴藏着难以描述的神秘 和磅礴恐怖的力量 除了头部 还保留着人类的模样 其余已接近神话生物 散发出了奇异的精神影响 下一秒钟 柯林 伊利亚特的头部 似乎得了软骨病 整个网内凹陷 以那个幽黑缝隙为核心 缓慢蠕动起来 仿佛要形成一个星云漩涡 这样的痛苦 让这位白银城首席 击杀过许多强大生物的裂魔者 都难以遏制 发出了一阵阵 让普通生灵脑袋 快要裂开 精神极度混乱的嚎叫 若非柯林 伊利亚特已提前疏散了 圆塔内的人员 只留下半神层次的维特 希尔蒙看守 防备意外 此时肯定会有不少 非凡者直接失控 一是不同位置的 那六种强大生物遗骸 在无形力量的牵引下 浮了起来 绕着正在异变的柯林 伊利亚特旋转 借助某种神秘的联系 唤醒了这位 顶级裂魔者的部分回忆 那是追猎一个魔鬼的经历 那是亲手结束 前任首席痛苦的攻击 那是一次次战胜 强大怪物的人生 这些显化于祭坛内 仿佛一幅幅画卷 时而融入柯林 伊利亚特 时而抽离出来 帮助他定位住了自己 在极致的痛苦和改变里 保持住了一定程度的清醒 直到此时 柯林 伊利亚特才明白了 这个仪式的本质是什么 作为一名序列寺的猎魔者 每一种强大生物的狩猎 都是一场灌注了 强烈精神的洗礼之战 在他生命里 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借助这些强烈精神留下的烙印 他才能在服侍魔药后定位自己 不迷失于痛苦与疯狂力 这让柯林 伊利亚特 想起了白银城某些点击里 记载的一个名称 毛 到了序列三 已算是某种意义上的神灵 可以在一定范围内回应祈祷了 也就需要一定的毛 因为还不到天使层面 毛未必是信徒 可以用别的事物替代 比如生命中那些鲜明的 有神秘学意义的烙印 在被唤醒的记忆里 柯林 伊利亚特 一点点找回了自我认知 重新感受到了身体 把握住了他的变化 紧接着 他背后长出了虚幻光芒 组成的层叠羽翼 他们与周围的画卷 结合 不断往内收缩 于柯林 伊利亚特体表 摊现成一副坚固华丽 却没有重量的银色盔甲 在猎魔者晋升银骑士后 因祝福神灵的不同 各自会产生少量区别 之前的王庭追猎者首领 是光者 米尔共根得到的祝福 来自巨人王 所以 本身银骑士领域的各方面能力 都要更强一点 柯林 伊利亚特 则偶尔能让自身凝聚的 可以传送的银白细件 在攻击时出现随机性的 偏好的 难以预测的变化 另外 在水银化时 他也能获得一定的特殊 随着银色盔甲最终成型 柯林 伊利亚特完成了晋升 除了头部 还没长出树枝独眼 以相当于一个神话生物 这时 他抬起右手 往侧方挥了一下 白银城外一座小丘处 银色锐芒凭空爆发 撕裂了周围的一切 让那座小丘分成了两半 柯林 伊利亚特 晋升银骑士的过程中 戴里克 伯格 完成了祈求赐语的仪式 得到了一根金属小管 抓住那位白银城首席 制造出一场 迎走了绝大部分注意的机会 挥舞至上古老宫殿内的 克莱恩猛的探手 从历史孔系里 召唤出了一枚子弹 和桑中左轮 紧接着 提前做过占卜 也确认过小太阳周围 很大一片区域内 没有阿蒙基身体的他 毫不犹豫就打开转轮 将那枚弃满子弹塞了进去 啪 克莱恩右手一抖 合拢了转轮 然后借助神秘学联系 隔空瞄准了他 原本的死亡地点 碰 他冷静地扣动扳机 射出了唯一的那颗子弹 与此同时 他借助这种非凡 纯凭自身意念 撬动了元宝的力量 整片灰雾又沸腾了 这片空间也沸腾了 磅礴但略显幽暗的力量 朝水一样涌出 包裹住那枚子弹 穿透间隔 射向了现实事件 元宝内的光亮 忽然暗淡了一下 克莱恩压住恐惧和害怕 拿着桑中左轮的历史投影 模拟出师重极坠的感觉 越向了代表 太阳的那颗深红星辰 越向了那一小管自身血液 有着切尔诺贝利的荒芜旷野上 带着尖顶软帽的 阿蒙们齐齐抬头 望向了高空划过天际的闪电 望向了哪怕闪电 也没能照亮的一片幽碎 阿蒙们同时推了下单片眼镜 雅然片刻后失笑道 他不像是能想出这种办法的人 帕列斯 他加入了这个以塔罗牌为代号的组织 白银城 伯格架 戴里克眼前突然一片深黑 有种房间内的蜡烛 以燃烧殆尽的感觉 对白银城居民来说 这不是什么好的事情 戴里克的眼眸内 立刻就要亮起属于太阳的光辉 就在这时 那深沉的黑暗里 一点点光之碎片蹦了出来 仿佛透明蠕动的诸多重置 戴里克接受的那根金属细管 随之自行破碎 鲜红的血液从中浮出 飘到半空 与光之碎片们结合在了一起 也就是两三秒的功夫 这些光之碎片凝聚为一 化成了一团巨大的光球 那光球拉伸变化 飞快勾勒出了一道人影 这人影轮廓线条深刻 面容冷峻刚硬 带着半高丝绸礼帽 穿着黑色那只大衣 提着一把铁黑色的左轮 正是格尔曼·斯帕罗 克莱恩成功欺诈了 那神秘学规则 在虚假的复活点 借助之前留存的自身血液 完成了复活 无需介绍 带里克已是通过那种特殊的气质 认出了来者是谁 正了两下心跳后 本能露出了不可遏制的笑容 世界先生 克莱恩围抬脑袋 看了眼似乎又长高了一点的小太阳 下意识伸手 按了按自己的礼貌 他旋即轻轻点头道 我这段时间都会在神气之地 不过 我现在就得离开 不能将阿蒙引到白银城 之后如果有机会 我会与你们合作的 带里克听明白了世界先生话语里的意思 重重点头道 好的 就在克莱恩抬起右手 准备打出响指 利用火焰跳跃离开时 带里克看了看他 突然指着房间里的橱柜道 世界先生 需要带点食物吗 有可以制造牛奶的蘑菇 克莱恩控制住自己 没让嘴角出现抽搐 保持着冷峻姿态道 我不喝牛奶 话音刚落 他趴地打出响指 让一团赤红的火焰 从一斗内腾起 流水一样将它包裹 火光迅速散去 点点如同星落 克莱恩的身影 消失在了带里克 在白银城外 一片畸形的树林中 火光连续闪动 一直延伸到了 通往北方的荒芜框野内 等到已切实远离了白银城 克莱恩才稍微放缓了脚步 从历史孔系里 召唤出了一盏马灯 提在手中 这次复活如此顺利 他是早已有所预料的 因为一旦找对了办法 阿蒙其实无法阻止 在白银城 阿蒙顶多有一些 序列四序列三层次的分身 克莱恩可以预先 用真实视野找到它们 进行清除 而如果它们能组合成 序列二层次的分身 以初步掌握元宝 能撬动天使层次力量的克莱恩 完全可以在挥舞之上 与这分身做一次争斗 且利于无法被攻击到的 不败之地 又不小地把握击退敌人 若是阿蒙将本体移到了白银城 那克莱恩就能选择 在原本的死亡地点复活 当然 阿蒙可以制造近乎序列一的分身 将它派到白银城 但是 非凡特性守恒这个前提下 它又能弄出几个这种层次的分身 不会超过两个 而克莱恩可以将存留的血液 分成多个部分 利用赐予仪式 将它们送至道调人先生那里 送至迎者女士那里 送至星星 伦纳德那里 有太多太多的复活地点可供选择 阿蒙根本看守不过来 这是凭借自身层次 非凡能力和元宝特殊 做出的光明正大的谋划 克莱恩在尝试复活前 对结果就已相当笃定 唯一担心的是 欺诈被阿蒙提前察觉 及时做出干扰 导致复活地点没有变化 还好 他的占卜初步确认了 危险程度并不高 这也是他敢于尝试的原因之一 呼 真的摆脱阿蒙了 在马登昏黄光芒里前行的克莱恩 感受了下身体的存在 由衷地松了口气 当然 他很清楚 自己接下来将遭遇阿蒙本体 和各个分身的强力追踪 第27章 戴问 布满身身沟壑的荒芜平原上 阿蒙们分别站在不同的地方 张开嘴巴 用巨人语送念叨 灵界与元宝的卷者 源自古代的鬼秘 漫长历史的见证 贝克兰德魔术 和戏剧表演的保护者 伟大的格尔曼 斯帕罗 这些声音层层叠叠 钻入虚空 似乎一直延伸到了无穷远处 隔了十来秒钟 阿蒙们动作各有不同地 调整了下水晶雕成的单片眼镜 低声笑道 改得真快 如果格尔曼 斯帕罗 还在自动回应这个尊名 那他们 就能借此确定对方的位置 并主动制造错误 直接出现于目标的身旁 时不时被闪电照亮的深沉黑暗里 克莱恩头戴丝绸礼帽 身穿那只大衣 提着一盏马灯 不快不慢地 沿海算平整的地方 向北面行去 有祈祷声 阿蒙在利用格尔曼 斯帕罗的尊名了 这说明 部分阿蒙和我的距离并不算大 可白银城内没有他的寄生体啊 是在周围的巡逻小队 或者我没想到的生物那里 走着走着 克莱恩忽然侧头 仔细倾听了几秒 对于这件事情 他颇为庆幸自己足够谨慎 在挥晤之上 就将默许为 可以自动回应的那个尊名改了一段 从贝克兰德魔术和戏剧表演的保护者 变成了贝克兰德所有贫困孩子的保护者 这来源于他设立的鲁恩慈善助学基金 嗯 阿蒙是解密学者 他很可能从道恩 唐太斯的各种资料里 解读出这个尊名 不行 根本就不应该做 自动回应 克莱恩看着马灯散发出去的昏黄光芒 迅速有了更进一步的决断 他让每一条灵之虫都只能倾听祈祷 无法主动回应 除非已得到本体意识的允许 这样一来 频繁的祈祷会严重影响他的生活 但问题并不大 因为除了恶意骚扰的阿蒙 根本不会有谁像格尔曼 斯帕罗祈祷 他都没将自己的尊名传播出去 搞定这件事情后 克莱恩转而想起 阿蒙种种恐怖之处 突然对接下来要做的事情 有了一定的疑虑 他本来的打算是 远离白银城 前往位于北方的诺斯遗迹 调查那里的具体情况 看能否获得奇迹师 魔药需要的主材料 可把那座古城遗迹 与阿蒙联系在一起后 问题就显露出来了 克莱恩已经能确定 相近途径的高层次 也存在非凡特性聚合定律 既然阿蒙已经在神器之地 游荡了一千多年 且来过白银城附近 那他怎么可能 不被吸引到北方遗迹诺斯 能让白银城那位首席 都不敢进入 诺斯城内的力量 绝对已经达到了天使层次 不会被阿蒙无视 他也许还不敢 直接吃这么高层次的 相近途径非凡特性 但这不妨碍他 以此布置陷阱 就算以前没这么做 现在也肯定再往那边赶 当然 不排除阿蒙并未发现的可能 因为当初白银城首席 第一次去那里的时候 诺斯遗迹还没这么危险 或许 那天使层次的力量 是后来才当诺斯遗迹的 他本身在不断迁徙 就为了躲避阿蒙 思绪分成间 克莱恩有点不是太敢 去西北方向的那座古城了 他决定先看一看 有没有别的办法 获得奇迹诗魔药主材料 然后才考虑 要不要去诺斯遗迹外围 做些观察 搜集些情报 想到这里 身穿黑色那只大衣 头戴半高丝绸礼帽的克莱恩 提着马灯 像刚才借助闪电看见的 一座高塔残骸走去 途中 昏黄光芒外的危险黑暗里 一只只怪物排成对练 安静地跟随着他 他们已经是克莱恩的密偶 和他们比起来 占卜加图进的圣者 更加诡异 更为可怕 走着走着 其中一只整体 似于有手有脚的怪物 突然开口 用巨人语送念道 永恒的烈阳阿 您是不灭之光 您是秩序的化身 三段式尊明刚一念完 这怪物就抽出着倒地 失去了自己的生命 神灵的尊明 往往不止三段 但送念时 挑选其中三段就行了 比如 永恒烈阳的完整尊明是 永恒烈阳 不灭之光 秩序化身 契约之神 商业守护者 而克莱恩刚才用的是 前三段 以这种方式 克莱恩依次向风暴之主 知识与智慧之神 黑夜女神做了祈祷 希望能得到一定的回应 可是 足足一刻钟过去 他周围都会发生半点变化 在神器之地 向序列灵真神祈祷无效 除非目标是真实造物主 或者掌握有 元宝 混沌海等事物的存在 不对啊 下午镇那个神之人员说 女神真名时 被隐秘 说第四位天使之王时 因涉及神灵 惨遭自焚 也许是因为神器之地 残余着多种神力 不只有隐秘和堕落 而不同神灵的真名 有着特殊的神秘学意义 可以撬动相应的力量 这样就能解释 白映成一直在教授巴德海尔 赫拉伯根这两个真名 却没有与战神 知识与智慧之神 建立起联系的原因 在神器之地的祈祷 真神们是听不见的 或者能听见 却无法做出回应 这也说明 白映成周围区域 没有战神 知识与智慧之神力量残留 要不然肯定会发生异变 嗯 也可能不是没有异变 而是被白映成那两件灵级 呃 神级风硬物消除了 这样一来 我如果直接念女神的真名 会不会让周围的黑暗 和隐秘沸腾 这种力量若是可以控制 被阿蒙追踪时 我又能多一张有效牌了 概率不大 直接说神灵真名是一种亵渎 会遭遇对应力量的攻击 就像夏武镇 那位神职人员 克莱恩从现象和逻辑出发 对当前情况有了一定的推测 跃跃欲试着 想将自身知晓的神灵真名 一个一个念出来 看会有什么样的效果 最终 他克制住了自己 没做盲目的尝试 还是先去挥舞之上做此占卜 要不然谁知道 会不会因此产生无法承受的意外 嗯 设计神灵的占卜 未必会有太清晰的启示 克莱恩在心里咕弄了两句后 对自己刚才的冲动吃笑了一声 我先前的想法 简直就等价于 我有两天没做死了 今天的认真做一做 此时 他已来到那倒塌的高塔处 坐至只剩小半截的墙壁旁 探手从历史孔系里 拿出了一张纸盒 将它点燃 他想试一试有媒介的情况下 能不能联系到命运之蛇威尔 昂塞厅 克瑞斯 问问还有哪里 可以获得奇迹师魔药的主材料 已是第三次召唤的 马灯光芒照耀中 克莱恩进入沉眠 但什么都没有梦到 果然不行 醒来之后 克莱恩摇了摇头 纵身进入了一处历史恐隙 接着 他逆走四步 来到了灰雾之上 坐至属于愚者的位置 克莱恩招手从杂物堆内 设来了一个小纸盒 里面装了一叠纸盒 这都是某婴儿亲手折的 与此同时 世界格尔曼·斯帕罗 被巨献了出来 在一片灰白里 向愚者先生祈祷 请他将自己的要求 换取操纵师魔药配方的功勋 当然 克莱恩已经透露过 那魔药需要在 巨大的情绪共鸣里服食 贝克兰德 皇后区 霍尔伯爵家的豪华别墅内 奥黛丽又一次回到卧室 布置起祈求赐予的仪式 得到了一支纸盒 他随即拿起一支 削得细细的铅笔 在纸盒表面写道 道恩 唐太斯 请您与我见一面 完成前置准备后 奥黛丽按照世界先生的吩咐 将纸盒放置自己的枕头底下 靠躺着进入了睡眠 很快 他看见了一片漆黑荒芜的平原 而作为一名提前做了 自我暗示的梦境行者 他保持住了清醒 带着强烈的好奇 向平原中央的黑色尖塔走去 刚抵达目的地 奥黛丽灵感忽有触动 抬起脑袋 望向了尖塔顶部 那里不知什么时候 已盘绕起一条银白色的巨蛇 这巨蛇没有鳞片 身上布满符号和花纹 它们形成了一个又一个 巨蛇正用鲜红而冰冷的眼睛 注视着奥黛丽 低沉开口道 道恩 唐太斯有什么事情 这就是给了银者女士 一滴血液的那位命运途径天使 奥黛丽控制住自己的思绪 平静地和那巨蛇对视 如是说道 他让我请教您 哪里能得到奇迹师魔药的主材料 那银白的巨蛇突然沉没 好几秒后才道 不同途径的序列二 在数量上有所不同 诡秘逝者满额的情况下 奇迹师只能有六位 奥黛丽先生要成为天使了 还是说 他在为自己的同伴准备 不 如果是同伴 可以让他自己问呀 奥黛丽先是一惊 接着愈发期待起 面前神秘巨蛇的回答 第28章 我有个卷者 银白的巨蛇居高临下地 看着奥黛丽 张开一片血红的嘴巴道 密修会首领查拉图服饰的序列 一魔药来自一位鬼秘逝者 也就是说 他多占有了一份奇迹师非凡特性 同样的 当初那位安提格努斯家族先祖 也是 当然 他们如果有青睐的 愿意培养的目标 作为一名位格足够高的天使 可以自行分割出多余的奇迹师 非凡特性给对方 第三份奇迹师非凡特性 与莱丽神秘的特性结合 成为了封印物 零零五 这又叫许愿神灯 曾经有真神试图摧毁这件物品 让特性分离 各自重聚 结果未能成功 第四和第五份奇迹师非凡特性 分别以零级封印物的形式 存在于永恒猎阳和风暴之主教会 一个代号零至十三分 源自第三季那位造物主 叫做最后的盛宴 一个代号零至三十二分 是四皇之战的产物 名为永不落幕的剧场 第六份奇迹师非凡特性 也许在神器之地 第三季时 有一头残存的乌亚魔狼偶尔出现 大灾变后 就完全失去了踪迹 奥黛丽听得很是专注 仔细思考了片刻道 您是说鬼秘使者满额的情况下 奇迹师只能有六位 而现在 序列一的鬼秘使者 您只提了密修会首领查拉图 和安提格努斯家族的先祖 似乎并不满额 这样的情况下 也许还有多余的奇迹师非凡特性 这不是世界格尔曼 斯帕罗玉先提醒过的内容 而是奥黛丽 从对方回答的细节处入手 结合自己掌握的神秘学知识 自行想出的问题 那条银白的巨蛇 先红眼魔微动到 确实 鬼秘使者满额应该有三位 但在第二季 在古神弗雷格拉还存活的年代 第三份鬼秘使者 非凡特性 就形同失踪 没有哪位存在 知晓他的下落 他对应的那份奇迹师 非凡特性同样如此 也许已经与他结合 也许找到了足够隐蔽的办法 藏好了自己 奥黛丽轻轻点头道 我明白了 我会把这些情况 转告给道恩 唐太斯先生的 嗯 他还让我问您 有没有事情 需要他提供帮助 那条银白的巨蛇 往上游动了一圈 三分之一的身体竖了起来 没有 一点小事 嗯 我有一位卷者 是杰出的美食家 他有个心愿 想品尝一下 各个贵族家庭的冰淇淋 评出最美味的那种 这个要求 蛇先生 也许是蛇女士 对自己的卷者真好啊 她的语气就像自己 也迫不及待 嗯 这太简单了 我可以帮 世界先生答应下来 自行完成 就当积攒魔药配方 需要的功勋 奥黛丽若有所思的开口道 没有问题 但我怎么把冰淇淋给他 那条银白的巨蛇 缓缓缠动道 献祭给他 他已经是序列三的圣者 可以接受同城献祭了 他的尊名是 幸运的化身 预知未来的怪物 传播恶难的灾祸 贝克兰德所有命运的见证者 混乱与疯狂的看守 这个尊名和正常的序列三尊名 有一些区别啊 最后竟然没有名字 奥黛丽眼眸微转 没有多说 点头答应了下来 混乱与疯狂的看守 威尔最后这段尊名 有点意思啊 这应该不是命运之蛇的尊名 而是他序列三十使用过的 后来做了一定改进的 怪物途径 看守混乱与疯狂 或者说 在这个世界里 哪怕命运 底层也是混乱与疯狂的 怪物们在努力对抗着这些 让一切显得正常 克莱恩听着正义小姐的回报 对威尔 昂塞厅索要冰淇淋仪式 半点也不觉诧异 反而对这位生命学派一场的尊名 更感兴趣 哼 有个卷者约等于有个朋友了 威尔这是从我这里学的 不 我有真正的卷者 达安尼兹 回头地让这家伙 给我献几点吃的 总不能真吃那些畸变的怪物 或者从历史孔系里 召唤投影吧 嗯 有机会得经小太阳一起品尝 不能让他沉迷于弗兰克的蘑菇 呃 威尔的卷者不会比我少 甚至更多 他有生命学派这么大一个组织 克莱恩据献出世界 格尔曼斯帕罗 让他回应了正义小姐 表示冰淇淋这件事情 值很多功勋 完成了这一切 他手指轻敲斑驳长柱的边缘 认真思考起 奇迹师魔药主材料的问题 查拉图那里的奇迹师 非凡特性 就不用想了 他不可能分割给我 他只想把我变成他的秘友 安提格努斯那里的两份 倒不是没有希望 可这样一来 又得求女神了 我可拿不出等价的事物 害怕 而且 女神未必拿得出来 他之所以要封印 那失控的半个语者 或许就是因为无法杀掉他 一旦杀掉 这位就能摆脱当前困境 与某个地方复活重生 如同我脱离阿蒙 掌控一样 这种情况下 女神是没法 直接从安提格努斯那里 分离奇迹师非凡特性的 连真神都没法粉碎的灵 灵无也不用想了 得到也没法用 这件封印物的来历 真的很神秘 很有问题 永恒列阳教会的 灵至13分 叫最后的盛宴 来自白银城造物主 这位怎么总是喜欢 取有危险含义的名字 风暴教会的灵至32分 是永不落幕的剧场 听起来似乎能想象 是什么状态 这两件灵级封印物 得到的可能很低 但不是没有 就看永恒列阳和风暴之主 是否愿意支持我成长 已遏制阿蒙 嗯 到目前为止 他们都还没表现过善意 我也找不到合适的办法 和合适的人做接触 总不能再次利用占卜 窥视永恒列阳 和他隔空交流吧 那样一来 他直接侵入元宝 将这里掌握在自己手里 岂不是更好 如果培阳倒掉人先生 等他有资格接触 灵级封印物 我多半都变成阿蒙了 真实造物主知道 第三份鬼秘逝者 非凡特性的线索 他的神国 或者圣索在神器之地 这两者也许存在一定的关联 两份奇迹师特性 和一份鬼秘逝者特性 大概率在神器之地 不知道诺斯遗迹里的是哪份 对 真实造物主应该是只知道线索 不确定具体的下落 否则四皇之战前 就应该将那份鬼秘逝者 非凡特性拿到 有效提升手下的实力 换句话说就是 那份鬼秘逝者非凡特性 连一位真神都没法迅速得到 有赖于寻找 未必会那么轻松 就被阿蒙遇上 借此设置陷阱 如果诺斯遗迹内的危险 是最近才有的 是刚刚迁徙过来的 倒是符合这个特征 看来还是得去一趟 但必须足够小心 危险即来自阿蒙 还来自遗迹内的事物 嗯 先占卜 后座外围观察和情报搜集 不盲目进入 得有充分的耐心 克莱恩剧献出纸笔 正要书写相应的占卜语句 忽然想起一事 决定再做个确认 他画下了隐秘与窥视柔和的复杂符号 丢入代表魔术师的深红星辰 以格尔曼 斯帕罗的形象和口吻 吩咐对方向魔镜 阿罗德斯提问 贝克兰德 东区 正要搬家的福尔斯 拉拢窗帘 点上蜡烛 摆好镜子 找来了修左旁观者 他随即于纸上画出了 世界先生给予的那个符号 房间内 环境逐渐变得幽暗 刮起了阵阵 让人站立的阴寒之风 那镜子表面 忽有水波荡起 凝聚出了暗红的古弗萨克文字 你们召唤了伟大的阿罗德斯 你们必须遵守相应的规则 提出一个问题 就要回答一个问题 若是撒谎或拒绝回答 将遭受惩罚 好的 得到过提醒的福尔斯 平静回应道 接着 他颇为好奇地提出了问题 哪里能得到奇迹诗魔药的主材料 镜子表面 暗红的单词一行行浮现 又一行行消失 详细回答了这个问题 和威尔的答案基本一致 挥晤之上 克莱恩通过代表魔术师小姐的那颗深红星辰 看见了具体的过程 略感失望地点了点头 闻到您提问了 福尔斯记住答案后 略有点紧张地说道 暗红的单词蠕动变化 形成了新的句子 你最近一年 有座桃色之梦吗 呼 还好 福尔斯松了口气道 有 这是人之常情 他不觉得有什么需要羞耻的 紧接着 他提出了第二个问题 您对奇迹师魔药主材料之事 有什么建议 魔镜阿罗德斯 散去了原本的暗红文字 改用银色勾勒出新的单词 亚伯拉罕家族 还保有学徒途径序列两分铝法式的魔药配方 以及对应的强大封印物 两件 极光会也有一件 这 克莱恩看得眼前一亮 想到了新的可能 这样啊 福尔斯威咒眉头道 该您提问了 镜子表面 银色消失 暗红重现 组成了句子 你那些桃色之梦的主角 除了你 还有谁 福尔斯张了张嘴巴 脸刷的就张红了 第二十九章 两手准备 这一刻 福尔斯只觉自己的脸颊热得滚烫 整个人僵硬在那里 甚至不敢侧头看一眼好友 他生气地认识到 自己太低 孤纳魔镜的下线了 嘴唇捏如了一阵后 福尔斯想起了世界先生的提醒 眼睛一闭道 我选择接受惩罚 啪的声音里 房间半空落下了一道银白的闪电 可是 这闪电刚一出现 就无声无息消失了 形同幻觉 镜子表面 暗红的单词 陡然染上了银白 飞快更替为新的内容 今天的问答游戏 就到这里结束 再见 不等福尔斯睁开眼睛 也不等修反应过来 镜子内部缓缓荡漾的波光 瞬间平息 房间内的阴森和幽暗随之破碎 被蜡烛的光芒吞没 不是有惩罚吗 福尔斯等待了几秒 微睁眼睛 看了看已恢复正常的镜子 又看了看旁观者修 修指了指他的头顶道 本来有闪电披露 但他半途就不见了 还有 魔镜已经离开了 魔镜只是在开玩笑 不对 我得到的提醒是 问题会比较羞耻 惩罚会相当重 难道是 语者先生避诱了我 福尔斯揉了揉 自己右边的脸颊 有所猜测的开口道 也许 修点头认同了好友的看法 正当福尔斯松了口气 暗自庆幸的时候 他忽然发现 修在认真地看着自己 你 有什么事情 福尔斯内心咯噔了一下道 修若有所思地问道 你做的那些桃色之梦 都有谁是主角 哈哈 谁会记得那么久的梦 而且 梦里不都是模模糊糊 看不清楚的吗 福尔斯挤出笑容道 修恩了一声 既然这样 那你刚才为什么不回答 紧张 我太紧张了 福尔斯看了眼房间内 已收拾出来的行李道 我们该搬家了 我想念壁炉 他边说边走向了行李们 直到此时 他才知道有的时候 无论自己是否回答魔镜的问题 结果都相差不多 这就是格尔曼 斯帕罗提到的社会性死亡吗 我现在真想把自己埋起来 福尔斯连续做起深呼吸 试图抚平脸颊的燥热 和内心的羞耻 挥舞之上 古老宫殿内 克莱恩将海神全杖丢回了杂物堆里 对魔镜阿罗德斯的表现 喝了一声 明知道是我派人召唤他 还敢提这种问题 等我出手阻止了雷阀 才忙不迭改变态度 仓皇离开 玩得很高兴吗 不过 他的回答倒是给了我新思路 我真的没必要将自己 限制在成为奇迹师这件事情上 第二块亵渎石板 大带率源自白银城造物主 如今在亚当手上 阿蒙和他的哥哥 虽然各管各的 关系不是太好 但曾经也是有过合作的 我就不信他没看过那块亵渎石板 这样的话 他肯定已掌握奇迹师的仪式 猜得到我接下来想将白银城 带出神器之地 到时候 他都不需要太过努力地追踪我 等在巨人王庭就行了 嗯 不能按照敌人的预期走 尤其这还是一位欺诈之神 恶作剧之神 不知多少意外会因此而来 如果因为我的参与 反而导致白银城几千年的希望破灭 那就完全违背我的初衷了 女法师的问题在于 可能会听到门先生的异语 而且会比其他途径的序列 两天使更多的承受 来自星空的注视和污染 当然 这都不是完全不能接受的事情 还有 元宝给我的三次复活机会 需不需要偿还 这还好 我序列一肯定会转回鬼秘逝者 因为门先生 已经堵死了学徒途径上升之路 他至少掌握了唯一性 加两份序列 亦非凡特性 甚至可能三份 不是一定得转旅法师 但必须做好相应的准备 当我的选择增多 阿蒙想做出阻拦 遇埋陷阱的难度 就会显著提高 唯有这样 我才可能在一位天使之王的强力压迫下 成为天使 嗯 不欲设立场 一边准备骑师 这会吓到亚伯拉罕家族的 会怀疑魔术师 小姐是不是崇拜了什么邪神 加入了什么不好的组织 以他们现在的状态 大概率不会再回信 会改换身份 转移住处 直接断掉联系 嗯 那为秘制圣者布提斯的脑袋 是一份很好的礼物 不管亚伯拉罕家族 给不给新之虫 这事都得排上日程 希望正义 小姐尽快消化完梦境行者魔药 希望迎者女士做好准备 也希望魔术师和审判两位小姐 在行动前能得到提高 对了 按照魔术师小姐的说法 秘制圣者布提斯 是亚伯拉罕家族的叛讨者 而极光会掌握着一件 学徒途径的灵级封印物 这就有点意思了 也许未必需要联络 亚伯拉罕家族 从秘制圣者布提斯那里 说不定就能得到想要的 呃 得提醒迎者女士 布提斯某些时候 可能携带有灵级封印物 行动前一定得做好确认 如果那件灵级封印物 不在秘制圣者手上 要想得到它 说不定的直面命运天使乌洛流斯 不 灵级封印物本身就很可怕 是危险的来源之一 现在先等魔术师小姐的老师回信 看亚伯拉罕家族 对新知虫之士是否敏感 想到这里 克莱恩忽然产生了点自嘲的情绪 他感觉自己和极光 会太像注定的仇敌了 总是会有各种各样的交集 这次行动开始 极光会的内心肯定会呐喊 为什么又是你 为什么又是我吗 吐了口气 克莱恩收敛思绪 具现出世界 格尔曼 斯帕罗 回复了上报答案的魔术师小姐 接着 假人世界重做祈祷 请愚者先生 将自己的要求 转给达尼兹 迷雾还某座岛屿上 正等着黄金梦想号 来接的达尼兹 侧头看了安德森一眼 嘿嘿笑道 我要召唤格尔曼 斯帕罗的信使了 安德森挑了下眉毛 择了一声道 你有资格服侍阴谋加魔药了 是你自己表现得太明显 连我都能察觉到 你害怕那位信使 达尼兹愈发得意 谦虚了一句 安德森忽然失笑道 你为什么不怀疑我这种害怕 是故意表现出来的 单纯只是为了找个 合理的借口避开 免得听见不该听见的事情 狗屎 你以为我会相信你匆忙 想出来的谎言吗 达尼兹差点被说服 安德森摊了下手 你阴谋加魔药的材料 已全部集齐 记得提醒格尔曼 不要忘记我的铁血骑士魔药配方 达尼兹不耐烦地摆了摆手 事宜自己知道了 等安德森走出房间 关好了大门 达尼兹立刻布置仪式 召唤出了 提着四个金发红眼 脑袋的信使 见那八只眼睛 同时望了过来 达尼兹挺起的胸膛 瞬间回缩 他堆起笑容 递出金币道 女士 格尔曼 斯帕罗让我转告您 他已经没事了 现在在神器之地 等等 我说了什么 神器之地 作为冰山中将的传员 达尼兹的神秘学知识 还算及格 愣了一下后 瞳孔明显放大 好的 雷尼特 提尼克尔一口咬住金币 一口做出了回答 然后 他跨入虚空 消失在了房间内 将此事回报给了格尔曼 斯帕罗后 达尼兹得到了 铁血骑士的魔药配方 和新的命令 准备当地美食 献祭给海神卡维图� 这任务会不会太奇怪了一点 达尼兹暗自嘀咕 却不敢提出疑问 他赶紧收拾好祭坛 找了张羊皮纸 书写下了铁血骑士 魔药配方里的辅助材料 和对应仪式 紧接着 他打开房门 将手中的羊皮纸 递给了安德森 组建一支 至少30个人的队伍 队伍的实力和默契度越高 仪式的效果越好 安德森当着达尼兹的面 展开羊皮纸 读了起来 读着读着 那这个仪式 还是挺简单的 不等达尼兹嘲讽 他指尖冒出一抹赤白的火焰 烧掉了那张羊皮纸 安德森随即笑了一声道 我得回我的家乡找找机会了 那里 正被肺内波特入侵 而战争 永远是锤炼队伍的最好地方 顿了一下 他看着达尼兹 笑容不变地说道 我给你准备了一些题目 就留在我的房间里 等你成为了阴谋家 可以试着做一做 看看自己的智商 有没有得到切实的提高 狗屎 你是想骗我 把你房间内的那些书都看完吗 达尼兹差点感动 玄机明白了 哪里不对 智商再高 根本没看过教材的情况下 也做不出题目 不错 这次只用三秒钟 就抓住了关键 换做以前 哼 你会真的相信 安德森赞了一句 含笑转过身体 直接离开了旅馆 第三十章 不同的效果 神器之地 闪电频率 已降到很低的深夜 两片白面包架一份烤肉 感觉也还不错啊 迷雾海特产的酸甜口饮品 比我预想的好 克莱恩将最后一口食物 吞入肚中后 由衷地赞叹了一句 并顺手 把剩下的包装物 丢到了黑暗深处 反正这里是不存在 环保这个概念的 也没有垃圾桶 当然 他有提前处理这些事物 与自身的关联 就像现在每放弃一个密偶 都要去元宝内 做次消毒一样 免得被阿蒙分身 借此锁定行踪 嗯 无生命的物体 不会被这里的黑暗 转为隐秘状态 克莱恩提高 达尼兹献计的马灯 照了照刚才丢弃的物品 解决掉温饱问题 他才有心思尝试之前 已占补过危险程度的 某些事情 昏黄的光芒摇摇晃晃中 克莱恩右手向前一抓 从空气里 拖出了另一个自己 那是历史恐戏内的他 同样提着一盏马灯 下一秒钟 克莱恩进入了灰白雾气里 让意识于自身召唤的 投影内苏醒 这投影 在一堆堆怪物的簇拥下 在无尽黑暗的包裹中 张开嘴巴 打算念出阿曼尼西斯这个名字 他什么声音都没能发出 想要说的内容 仿佛被隐秘掉了 果然 和我推测的一致 戴半高丝绸礼帽 穿黑色及西风衣的克莱恩 缓慢呼了口气 看了眼散发出昏黄光芒的马灯 他突然用巨人语低沉送面道 猎傲德罗 他话音还未完全平息 上百道闪电 如同回应召唤般 扭曲着交缠着落下 瞬间就覆盖了这片区域 克莱恩根本来不及躲避 就连和米偶互换了位置 也在攻击范围内 银白大量中 他当场倒地 身体一片焦黑 剧烈抽搐 似乎变成了一块巨型煤炭 然后 他的身影飞快溃散 幻景一样消失了 戴着真实礼帽 穿着英蒂斯款风衣 提着柬埔马灯的克莱恩 随即回到现实 若无其事地继续前行 走了一阵 他身影忽然模糊 又变得清晰 紧接着 克莱恩再次张开嘴巴 用巨人语念出了一个名字 哦 他刚发出开头那个阴结 透明的火焰 就从他体内窜出 瞬间将它烧成了灰烬 没给他和米偶互换位置的机会 克莱恩的身影重新浮现 按了按礼帽 一脸淡定地 在布满诡异植物的山丘上 往前行走 赫拉伯根 巴德海尔 欧弥贝拉 都没什么异常 白银城周围区域 没有相应的神力残留啊 梅迪奇 乌洛流斯 萨斯利尔 这更没有用 都不是神灵 我还以为下午阵和巨人王庭是特殊情况 在外面用萨斯利尔 这个真名 可以激活神器之地的堕落力量 红天使 作为有唯一性的天使之王 也算半个真神了 竟然一点痕迹都没留下 简直丢人 不 丢天使之王的脸面 黑色风衣微微厚荡中 克莱恩走下山丘 一循灵性直觉 往西北方向的城邦遗迹诺斯行去 他时而绕道 时而采取火焰跳跃 没有完全按照白银城探索出的路线 前往目的地 贝克兰德 深夜 自觉魔药又消化了一点的奥黛利 非常积极地借助梦境穿梭 离开自家府邸 来到周围区域的各种梦境里 知道当前局势是什么样子的他 对成为半神 有着强烈的渴望 就这样穿梭间 他忽然看见了一位熟人 这是和他关系不错的贵族夫人 29岁前年结婚嫁给了一位子爵 此时 这位夫人的房间里不断飘零玫瑰花瓣 睡床洁白 摆放着一对新型戒指 而窗户处有堵堵堵的敲击声传入 这位夫人脸颊潮红 脚步飞快地走向那里 打开了窗户 一个戴黑铁面具 披身色斗篷的男子跃了进来 拥住了那位夫人 低声告诉道 我将带你远离痛苦 然后 两人开始各种纠缠 一路滚到了床上 作为一名正在努力消化魔药的梦进行者 奥黛利早就见识过类似的场景 度过了害羞的阶段 并且感叹过 每个人的梦真是丰富多彩 想象力充沛 此时 他一点也没有失态 保持着观众该有的礼仪 就像在目睹一场过激的戏剧 略作审视 他发现了一个问题 那名戴黑铁面具的男子 并不是那位夫人的配偶 更像是贵族圈子里的某个花花公子 这是心里潜藏意念的反应 奥黛利以做梦境分析的学术态度 自语了一句 接着 他颇感好奇地 穿梭进了旁边那个梦境 这对应那位贵族夫人的丈夫 一位子爵 梦境里 这位子爵症 忙碌着参与上院的讨论 然后被一位伯爵 提着左轮追赶 理由是他诱拐了对方的女儿 等逃到了安全地带 这位子爵 找来自己的女性秘书 发泄起刚才的恐惧 奥黛利忍不住退出了梦境 想看看子爵和他夫人现实里的状态 飞红月光照耀的卧室内 那张洁白的大床上 子爵搂着他的夫人 他的夫人缠抱着他 睡得很是亲密 嗯 必须认识到 每个人都是有阴暗面点 单纯已做过的梦 瞬间产生过的念头来定罪 谁都会堕入地狱 无人能幸免 包括我自己 能掌控自己阴暗的那一面 让他永远也无法进入现实 对大多数人来说 已经算很好了 奥黛利越来越觉得 扮演梦境行者 是对自身心灵的一次次拷问和锤炼 他再次进入梦境 往别的区域穿梭 没过多久 他来到了一个温暖的房间 这里铺着厚厚的地毯 摆放着一张餐桌 主位是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太太 他的两侧有一对中年男女 和三个还未成年的孩子 大家就着烛火 品尝着美食 说说笑笑 很是快乐 而房间外面 黑暗深沉 狂风吹的玻璃框框作响 酝酿着灾难来袭前的恐怖感觉 这个梦境的主人 在担忧着害怕着什么 奥黛利退出了梦境 试图从现实寻找答案 验证自己的推测 他随即看见了 一张不大的睡床 看见了那位头发花白的老太太 这老太太的床头柜上 摆放着一个又一个相框 他们或缠着黑布 或绑着白花 分别是一对中年夫妇 和三个未成年的孩子 奥黛利沉默地转头望向窗外 只见这栋房屋附近 有被轰炸后留下的废墟 这位贵族小姐抿了明嘴唇 豁然回到了老太太的梦中 她没有去阻止可能降临的灾难 只是具现出一张椅子 坐在旁边 认真而专注地 看着那欢乐温馨的一家 屋的风声和玻璃的摇晃里 房间内灯火明亮 食物飘香 笑语不断 奥黛利总结的梦境行者 扮演守则 有这么一条 梦境的旅行者 来过 见过 记录却不干涉 只是一名观众 圣赛缪尔教堂内 伦纳德寿安东尼 史蒂文森大主教的召唤 沿着盘旋的楼梯 再透过彩绘玻璃 照进来的阳光中 一步步上行 忽然 他压低嗓音道 老头 那个隐秘的聚会又要开启了 你真的打算在月底尝试 进入雅各家族遗留的宝藏 还不确定 但这是一个机会 至少阿蒙本体 正被元宝的事情缠住 不会突然出现 伦纳德脑海内 帕列斯 索罗亚斯得嗓音略显尘雅的回应道 不过 我现在更倾向于把宝藏的消息透露出去 让那个聚会里的人 自行去冒险 去探索 而我们守在附近 观察情况 从他们手中抽取需要的事物 伦纳德震了一下 低声说道 老头 这会不会太阴险了 这是把命运影视会的成员 当作踩陷阱的道具啊 哼 天真 幼稚 你可以把详细的情况都告诉他们 让他们自己决定要不要去 帕列斯 索罗亚斯得 嗤笑了一声 伦纳德没再提这件事情 转而问道 老头 我什么时候能成为半神 帕列斯呵呵笑道 你要是能弄到你前同事 姓氏那个层次的灵 你明年年初就能消化完魔药 但 哼 还是按照我提示的要点 深入扮演吧 等到明年下半年 应该就有冲击叙烈斯的资格了 当然 黑夜交会会不会给你魔药 帮你举行仪式 我就不清楚了 那个叫做克雷斯泰 瑟西玛的高级执事 不也是等了好多年 直到战争全面爆发 才真正成为半神吗 伦纳德点了点头 玄机若有所思地问道 老头 你能不能扮演一个灵 帮助我消化 你的层次 应该比克莱恩的信使要高 帕列斯 索罗亚斯德默然了几秒 黑了一声道 很有想法吗 要不我帮你消化魔药 怎么样 怎么帮 伦纳德知道 老头是在嘲讽 可还是忍不住问了一句 深度寄生你 完全掌握你的身体 帕列斯美好气地做出回应 说话间 伦纳德来到了 贝克兰德教区大主教的门前 他当即闭上嘴巴 抬起右手 嘟嘟敲门 进来 安东尼 史蒂文森 看了开门的伦纳德一眼道 可以把扎尼斯门后 那个吸血鬼放了